有一个女人很孝顺 每天拿饭菜给她先生吃在种田 然后她先生的妈妈生病在家里 所以她每天两头跑啊 送便当 然后晚上赶快跑回来 照顾她的婆婆 但是有一天晚上回来 后面看到跟着一个鬼 第一天也跟 第二天也跟 还真的鬼 很恐怖啊 那奇怪也没跑到她身上来 有一天她就停下来 回过头来 问那个鬼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这个女鬼就讲话了 我要讨你的命了 但是因为你这一辈子很孝顺 你旁边有护法神 我接近不了你 但是我总会找机会杀你的 然后这位孝女就说了 对不起啊 我以前过去世可能伤害你 你找我报仇啊 但是我婆婆生病啊 我的先生很辛苦啊 我能不能用什么方法 向你忏悔 做功德 你不要找我报仇啊 然后这个鬼就 好 如果你替我拜一万佛 向我忏悔 那我可能会原谅你 所以她当天晚上回去啊 这位孝女啊 就不睡觉了 趁她婆婆睡觉了 她跪下来啊 磕头啊 朝那个鬼的方向磕头 念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拜 南无阿弥陀佛拜 结果她发觉那个鬼也跟她拜 她拜她也拜 然后快到天亮的时候 那个鬼本来身体黑黑的 暗暗的 开始变白色了 开始发光 到天亮的时候 那个鬼居然就这样往生进土了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哦 所以各位只要我们虔诚忏悔 鬼找你报仇的 也可以往生进土 他也会谢谢你 所以重点是 我们够不够虔诚 真心的忏悔 但是忏悔必须包括断恶 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